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4月16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一定要听 因为呢 虽然说 我自己身为基隆人 基隆人有非常多的美食 但是最近我很常 就是在去年到今年 我很常在全省各地巡回演出 然后就发现 中南部的食物还真是好吃 可是呢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点 非常的奇妙 就是 呃 在大马路上 你真的很难找到 我就是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你开了Google Map 然后你还真心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但是呢 你在旁边稍微问了一下路人的时候 才发现那些美食 真的都会出现在巷弄里面 这个地方就是南台湾的高雄 然后最近我刚好 就这么恰恰好看了这本书 我真的觉得跟这本书相遇 相见恨晚啊 因为如果假设我在去年拿到这本书 我在高雄演出的时候 我就干脆就拿了这本书 暗图索记 然后去高雄 呃 痛痛快快地吃一轮 这本书叫做 熊好吃 熊就是高雄的熊 好吃就是那个好吃 出这本书的人呢 就是 诶 他在网路上也有很高的身亡跟身量 然后他是土生土长的高雄人 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而且这本书听说已经是再版了 是集结十年前的整个精华 然后呢 集结到今年 呃 再次把这个整个东西收录起来 而且里面的书的内容 我真心建议大家啦 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吃早餐 还没有吃中餐的 然后你待会听了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会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饿 现在先去补吃一些东西 以免听完之后很饿 我们非常开心 今天我们用电话连线的方式 要访问到的是作者 郭明哲 也就是Roger Roger你好 嗨 宜佩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Roger 好 Roger你出了这本书 呃 我认真觉得我看完之后有够饿 而且我非常后悔 我在晚上 就是吃宵夜的时候翻开 每一个我都看了好想吃 来问一下Roger 身为土生土长高雄人 为什么想要出这本书 其实有点误打误撞 因此我养叉 其实因为我之前出的五本书 其实前面三本 呃 有四本都是写旅行文学 嗯 然后首后架是唯一一本写高雄在地饮食的 所以当时是因为高雄成品书店 他们想要在开一个在地专栏 美食专栏 嗯 那他们想要找一个在地的作者 所以他们就因缘机会找上我 在2007年的时候 嗯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爱吃 所以就想说借这个机会 可以认识自己呃 成长的城市也很不错 所以就那个专栏就进行了四年到一一年 嗯 那最后在2013年的时候 把它呃集结 然后扩充成原版的雄后架 然后出版出版成呃 书这样子 那也很谢谢大家很支持 然后对高雄的饮食也很 也很喜欢 然后也很好奇常常下来探访 所以这本书到今年的时候 有机会推出全新的十周年畅销 变长版 再次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所以刚刚宜佩说的那一个的话 是在今年一月份出的新版的书这样子 欸其实我认真 因缘机会是这样 哦 因缘机会是这个样子 欸可是我认真说 欸我去过高雄这么多次 当然每一次去我都是在工作 然后就觉得说 欸高雄 我以前觉得 在高雄好难找到真正道地好吃的 可是 可是哦 这个关键竟然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我有一位在地的朋友 他就是回到了高雄 然后刚刚好 我在高雄演出的时候 我就call他出来 我就说 欸你们高雄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好吃 他说 拜托怎么可能 高雄都一大堆好吃的啊 他带我进了巷子的市场里面 然后我就坐在了那个市场的边缘 吃了一间 我人生中觉得那是全台湾最好吃的烧肉饭 然后重点是我看了Roger的书 我一翻开发现你里面竟然有介绍那家烧肉饭 欸让我大开眼界 那个周 周季 欸还是什么 你吃的是老周烧肉饭 老周烧肉饭 好好吃哦 好吃到一个爆 然后你知道 你知道坐在那个摊位前面 在吃那个烧肉饭的时候 好像看到阿姨就是 那旁边有一堆那个里脊肉 就这样一直烤一直烤 然后手没停过 那样一直烤 欸我认真大开眼界 真的我每一个从中北部下来玩的朋友 对烧肉饭都是跟你一样的反应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 因为像小后架里面 如果你翻开的话 你会发现111个店家 他其实品项都不重复 举例说假设我今天要介绍一个肉粽的话 里面就只会有一家是肉粽店 但是少数的例外就是烧肉饭 因为烧肉饭我在书里面介绍了三家 那这三家他都是不同的考法的原因 那介绍三家的原因是因为 烧肉饭是非常能代表高雄这个城市特色的 一个吃食 因为高雄大概在民国五六零年代的时候 被定位为是工业城市 所以因为南方很热 然后劳动人口很多 所以从早餐开始就很多大量的 大哥大姐他们上工前他们需要吃饱 那口味要重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像我爸爸自己以前 他自己开店做生意 但是他早上八九点的时候 他都会瞒着我们 自己先去吃 一家我书里面介绍了 也在另外一个市场 就是南华路步行家那边 博弈师的烧肉饭 那吃完之后 通常吃烧肉饭的时候 你一定还要在 烧肉饭其实已经蛮重口味 但他还要配一碗汤 对 那这碗汤 一定是丝木鱼汤或者是蛤蜊汤 要不经历用的 然后呢 如果你如果是有朋友一起去的话 可能还会再来一个卤猪脚啊 卤秋刀鱼啊 就是口味是很重的 但是这个是老高雄人 很印象中非常传统的高雄早餐的一个吃法 那所以到现在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烧肉饭这个类型的饭 是在台湾南部 台南高雄屏東都看得到 但是高雄的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像一佩刚分享 在大街小巷 市场旁边 庙宇旁边 你都很有可能可以找到一个 在地那个区域的 很喜欢的一个烧肉饭口袋名单 那我的中北部朋友 他们理解就是 如果在北部如果讲烧肉饭的话 他们第一个联想的是 港式的那种脆皮烧肉 没错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因为说实在 烧肉饭其实就是像我们中秋烤肉的那种烤肉饭 但是我本来不会用烧肉来形容 对可是Roger我必须要说 我们真的不会用烧肉这两个字来形容 所以当我朋友跟我说 他要带我去吃烧肉饭 我说请问一下我来高雄吃烧肉饭干嘛 就是我头脑出现的烧肉饭 跟我看到的烧肉饭 跟吃到的烧肉饭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整个 整个刷新我的三观 我大改观 那我下次一定要带你去吃看看 因为高雄真的非常 用木炭烧真的是基本 真的 但是每一家的烤法 包括你知道肉片的肥厚啊 选择 还有每一家这样子都不同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配菜什么什么 就会组合出 就是每一家烧肉饭都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高雄有一个很特别 从烧肉饭衍生出来的城市文化 就是我们现在中秋节不是大家互都会烤肉 但是因为高雄的烧肉饭 密度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离家很近的一个口袋名单 所以到中秋前夕的时候 我们就会习惯性去找我们喜欢的烧肉饭店 老板跟他们订一批肉 那批肉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 或其实中秋节是最大宗 但是平常就若有亲朋好友回来 大家要烤肉团聚的时候 我们就会订我们私房的烧肉回来自己烤 所以我们那一顿烤肉的 不管你是要party 或者是要吃大餐什么的 那就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烧肉版本出现在家里面 超酷的 对啊对啊 这个我很喜欢 就是意思就是说 跟你心目中的那个名单的 那个那家店订他的生的烧肉 然后你自己回来烤就对了 不是生的烧肉 就是那个肉已经用他们私房的酱子 已经腌制 已经腌过的 对对对 那你就带回来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烤 然后烤出来就跟你加加乎乎 就跟其他人烤出来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是买自固定的酱啊 或者肉片还自己弄嘛 对 那这个烤起来就会很有乐趣 你知道我就是前阵子很常去高雄工作 然后就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 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跟我推荐 无论是在高雄的夜 比如说夜市里面的料理也好 或是在巷弄里面 我发现所有高雄的美食 就像Roger在书上写 我看你书的书续的时候 我整个点头如倒算 因为你在大马路上 你真的找不到 真的老高雄人 或是道地高雄人吃的 他们推的那个料理都不是 真正好吃的小吃 都不会是聚集在同一个区块 都是这种像伞兵模式一样 就是打伞的 所以你其实真的是要 我觉得是骑摩托车是最方便的 然后就按照这本书 按图所记 然后就去那个店 好 待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Roger你先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高雄的美食的文化 为什么会这么的多元 其实也是跟他们的地理环境 或是以前的 譬如说移民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广告之后 请Roger来说明这一块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ub Radio是我扬起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ub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4月16号星期六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ub有够近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连线给我们的 郭敏的Roger 出了这本书叫做 最好夹 高雄111家 小吃慢食 好来Roger 其实要跟我们大致来介绍一下 因为高雄的料理 以及美食 非常的多元 到底是跟什么东西有关呢 高雄其实是一个 很典型的移民城市 那如果就是 实际上大家如果来台湾南部 吃小吃的话 其实第一个聚焦会是台南 但是如果假设从云林嘉义 台南高雄屏东 你是住在南部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你其实概念上来说 你大概可以分得出来 每一个城市中间 那个饮食文化的差异 那对高雄来说的话 它其实跟隔壁的台南相比的话 相对来说高雄很年轻 它大概就是100多年的一个历史 那移民的话 从清岭时代 然后到日治时期 陆陆续续的从江南平原 从铜湖 从台东 那或是从对岸 移居到这个城市来落地生根 那1949年的时候 因为国民政府的关系 它带入了大量的军券到 台湾的很多地方落地生根 所以在高雄目前来说的话 是全台湾唯一还同时 唯一一个还同时保有陆海空 三个眷居的城市 陆军在凤山 然后海军在索营 空军在岗山 所以这三个区域来说的话 他们就有大量的外省美食 被保留下来 虽然说现在很多眷村 都在做眷改 但是这些吃食 他们都找到了一个 很强热的生命力 他们继续代代传承 落地生根下来 所以再加上很有趣的是 因为像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歌厅秀最盛行的时候 是 蓝宝斯大歌厅 是在高雄火车站前面的 那个地方 对 那从那个地方 往高雄古老 最古老的小吃热区 比如说像三明街 三凤通街那个区域 或者跨过爱河 到沿城哈马新 都非常的近 或是到美丽岛 捷云站那个区域 所以你今天概念上 来说假设你搭高铁来到高雄 从左营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先 透过散步 或者是骑U-bike 或者是任何的形式 到隔壁的左营的眷区 去吃一轮小吃之后 然后再透过不同的交通方式 你可以在15到20分钟之内 就到哈马新跟沿城 就是靠高雄港跟西子湾的 那个区域 去吃一轮的奔承小吃 那吃完之后 你假设你还有胃的话 那你就可以搭捷运 转程到美丽岛捷运 在那边再吃一轮 然后再往下到凤山 再吃一轮 所以概念上来说 你在一天之内 你是有办法 把高雄 这个城市里面 本省外省 本地外地的小吃 把它全部都一网打进 那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因为有38个行政区域 那概念上来说 今天虽然说高雄现在的捷运 只有两条 但是搭配轻轨的话 概念上来说 大概八成以上的美食 密度最高的热区都可以抵达 所以这个是高雄一个很有特色 也很有竞争力的一个城市特色 了解 其实我觉得高雄 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小吃 可是我一直很狐疑 因为像台 譬如说在其他县市 可能就是那一个区块 你可以一条龙走 那一条街全部吃到底 可是高雄好多的那个小吃 都是真的是在 真的是行啊来 行啊来真的是在形容 就是真的是高雄 到底老高雄人会吃的 都是行啊来 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 因为的确就是因为高雄很大 就是整个市区的 包括城市的道路很宽 然后它的区域散得很广 所以美食乐区它 比如说相较台南来说的话 它的确是散得很开 对台南就是很集中 对对对对 那就跟这个城市的调性有关 因为台南是一个 非常有味道的一个老城市 所以它的不管是道路系统啊 或者是它各方面的设计都 都比较集中 那高雄文化它因为是从 日式时代开始 它就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所以你用Google Map 如果往下看的话 整个高雄的市区是 大家都知道嘛 从一排到十是一个 棋盘式的一个地图 那但是往哈马星跟延城 你如果也用Google Map 往下看的话 它一样都是小的棋盘式的地图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时期 来到高雄 移居到高雄的人 那他们很多时候 早期来到高雄之后 他们都是用自己加上手艺 尝试落地生根 所以当时的命运 带他们到哪个区块之后 他们就会尝试 在那地方留下来 所以那个都变得很分散 那这些分散的点 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比如说现在像廉价 或者是有任何活动 像台湾灯会刚在高雄去办完 那接下来八月会有文博会 那接下来还有设计展 那当一批批人来到高雄的时候 高雄目前来说 就是你还可以 在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感受到 那种在南部吃小吃 很悠闲的氛围 因为它的点很分散 所以这个是高雄很大的一个特色 那也延伸出另外一个点就是 因为这些老板 他们很多做小吃 他们带带传承下来之后 他们就是埋着头 一直在精进自己的手艺 所以他们只会做 他们不会说 所以他们不会替自己打广告 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雄后架 很多人想说 你书里面有111个店家 可是为什么你要花6年的时间 才出版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假设我们只收入了一个 假设肉粽店进去好 但是我们可能是吃的是 4家 5家 甚至更多家不同的肉粽店 才把它选进来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会非常仰赖在地人的一个 品味跟眼光来去做筛选 因为我们很希望 因为我自己是高雄人 那我自己到外 其他城市去旅行的时候 也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常常买了一本书 去了当地之后 我在书里面看到被推荐的 跟在地人告诉你的 常常都不一样 我懂 我懂 因为我是基隆人 然后他们就说 我去基隆都吃那个 我就说 哈 基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基隆很厉害 来要不要来基隆跟高雄PK一下 我觉得基隆 因为基隆跟高雄 我觉得某种程度有共同特色 就是他们都是港督 没错 没错 然后所以它的某一些城市脉络 其实是非常雷同的 所以像我每次去台北 不管是出差 或者去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都会想办法拨时间到基隆去吃吃喝喝一下 基隆太多好吃的鱼浆产品了 而且那个就真的是老基隆人才会知道 好来 我们不要插题 我们今天聊高雄 好不好 我们今天没有要跟你争风 好不好 来 其实高雄 我一开始翻了这本书 前面一些特色早点 我好奇的是 譬如说各地 每一个台湾不同的县市 都有特色的早点 以及就是说当地人早上都吃什么 像我就很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张华人早上都给我在那边吃面 或是什么吃油面 或是到面摊去吃 高雄人早上吃些什么 你光是第一篇的特色早点 你就列出很多家 你知道我最想测的是什么 烧饼 辣酸菜单 那一看就超想吃 而且超级外省口味 对 高雄人早餐吃什么 高雄就是像刚刚分享 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城市 那不同的族群 就是先后移进来之后 它的吃真的很多元 所以如果是以书里面来介绍的话 好 那像姨佩刚刚分享的就是 比如说你左营高铁下来之后 你旁边就有一个果报社区 那果报社区里面 光是北方面市的早点 它的变化就非常多元 那其中这一个烧饼夹酸菜蛋 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呈现方式 那它的酸菜自己炒之外 然后一定要吃加辣的口味 你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个一定有原味跟辣味 可是你不用辣味的 你就觉得少一味 要加辣味才能丢味 对 可是你看起来 它好像就是蛋跟酸菜 然后你会再加一点点的绞肉进去 去提那个味道 那你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可是每家吃起来的真的都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早餐店 他们就会加一点点花椒进去 那有一些用的辣椒 可能品种不一样 出来的辣度就不一样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你在现场 像我自己 我自己比如说 早上我去运动完之后 我会绕过去 那边可能带个早餐什么时候 我会顺便 这个是我跟当地的北北学的 外城北北学的 因为我看他们自己来那个 早餐店吃早餐的时候 他们会拎一个那种小的 那种棋的那种锅子 那种锅子就是他们吃完之后 他们要装一些热豆浆啊 或者是装一些绿豆粥啊 小米粥啊 回去要当中餐吃的 可是他们还会在另外一个老板 另外跟他说 你帮我包比如说50元 100元的这个辣酸菜炒肉末 因为这样子中午回去之后 就可以配那个粥 又可以这样子当青粥小菜吃一轮 然后我觉得那个 搭起来真的是超级美味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很怀念辣酸菜 然后里面有一点肉末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 我们家旁边就住了一位 荣民伯伯 然后呢 他炒出来的东西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那就是我小时候的 某一部分的记忆 所以后来他去世之后 我就再也吃不到 所以我看到你这本书的这个 我一翻开 因为它就在前几页而已 我好想吃 因为我就觉得 那应该就是我记忆中的 那一种的味道 可是台北没有吗 这是好奇的地方 我觉得我没有在台北 看过这个东西 真的吗 我跟你讲 我太才书学前 我要去高雄吃 我在认识你 我家当然要去高雄吃 而且很有趣的地方是 像小后家里面 还有另外介绍一家 叫刘家桂花烧鸡 它也在这些早点店的附近 就在国贸里面 那他们会用那个山 因为那他们 刘家是从山东过来的后代 那他们就会用当地 那个桂花烧鸡的鸡 烧鸡汁再去卤味 所以他们在那个门口 有另外自己的一个卤味碳 所以其实真正 懂得 内行的人就会是 比如说 假如我今天要去某个地方玩好了 我绕去国贸 我早餐先买一套 就是豆浆加烧饼加酸菜蛋之外 我会另外再买个馒头 或买个烧饼 然后到刘家去包一些卤味 然后夹着 就是中午的时候 在外面玩的时候 可以当野餐吃 我懂 就是隐藏版吃法 我没有写在书里面 好 我跟你讲 我自己会这样说 我跟你讲 今天真的超聊不完 我下一个阶段 我想要知道的是说 我的朋友 所有高雄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 他们自己心目中的 跟汕头有关的 每一个人讲出来都不一样 以及就是高雄的葱油饼 到底有多好吃啊 而且你知道 Roger还写了好几家 我们过到之后 再来问你这两块 四月十六号 星期六的早上十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 有够近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 连线给Roger 郭明哲 然后带大家了解的是 高雄一百一十一家 小吃慢食的熊喝甲 已经是十年 算是经典再版 对 对 好 来Roger 这个阶段 你想要聊什么 虽然我真的 对于汕头啊 然后对于葱油饼 我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 我对于葱油饼 有莫名的情感 只要哪里有葱油饼好吃 我就会冲去吃的那一种 好 这个阶段 你想要介绍高雄的什么 美食 因为你其实 这本书里面有 吃饭吃咪 然后还有海味 还有古早味冷热饮 对 其实都很厉害 这本书其实很有趣的 一个地方是 它的目录 其实它按照 它按照的是 我们想象今天一个人 来到高雄旅行的时候 它的时间需要什么排列 所以这个目录 是从早点开始 一路排列到宵夜 来做分类的 那还有最后一个类别 是你离开的时候 你可以在什么伴手里 或者是你要团购美食 是什么 所以这个排列方式 其实带有很强烈的旅行感 在里面 那我们是希望你来到高雄的时候 可以好好的为自己 安排一趟各的旅行 这样子 那当然 那一配刚刚分享到就是除了我们上一段聊到那个就是早点啊 这些还有烧肉饭之外 其实像汉头的食物在高雄也是在区域里面密度算非常高的一个吃 主要也是因为就是高雄的潮汕移民其实是很多的 那所以像现在在大家都知道的盐城区里面有还有一个三三国王庙 他们就是潮汕移民的他们的一个信仰中心这样子 那所以延伸出来的吃的食物的话就是以汕头面跟汕头火锅 你会发现在高雄也是密度非常非常的高这样子 你知道高雄的汕头火锅它的汤头之清甜 然后那个扁鱼的味道之香 重点是不油不腻 你吃到最后一口还可以把汤全部喝完 而且每一家汕头火锅都有自制的沙茶酱 我本人不吃沙茶酱 我唯一买单的就是高雄的汕头火锅的沙茶酱 对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就是沙茶酱传到台湾来之后 我们现在大家普罗就是最常吃的那个牌子的烤饭 其实他也是汕头人 但是他做出来的味道跟原本我们在吃汕头火锅时候 你就是每一家他自己做出来的那个沙茶酱味道 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是是差很多好不好 他已经调整成了大部分台湾人能接受的口味 那但是原始的汕头的沙茶酱的话 他里面其实他的花生味是很重的 而且他的海味也很重 对那所以这两个是最主要的特色 但是每一家就是就跟刚刚烧饭一样 就是每一家他都有自己的刑法 所以他弄出来那一小瓶的沙茶酱 奇怪了就是味道就是就是很不一样 那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吃汕头火锅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们开店前 像他们的员工 他们就会在店里面开始细细的去挑那些像扁鱼啊 然后去去紫蟹把那些比较杂的地方把它理掉啊 那个都是为了要去熬汤头 然后熬出那个清甜的一个不能省略的一个工序 那再来就是他们的沙茶酱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法 那如果要我来讲的话 我个人就是像严惩的甜甜啊 或者是广东顺位啊 那或者是像泰山啊 然后还有就是 你刚刚讲了三家我就吃了两家 我吃了甜甜跟泰山 我都好喜欢 我选不出来 要抱歉我选不出来 这两家我都很喜欢 然后还有另外一家隐藏版的叫明家 哪一个名哪一个名 名是名字的名家人的家 名家 笔记我现在马上写几下来 你继续讲我来写 你继续讲 对 那所以就是你去吃这些饭头火锅的时候 就是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吃锅 所以你就会大家围在一起吃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满满幸福感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吃锅 我们吃的是比较一个人可以解决的话 那跟汕头关系的就是汕头面 那汕头面的话 其实它其实现在你在外面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很少看有人直接写汕头面 大部分会写的是比如说外省面 或者是干面 或者是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法 因为它里面的调味已经大部分都交融在一起了 那但是实际上的话 最早期最早期 我之前采访的时候 我听老一辈的前辈跟我分享 就是汕头面跟台式的阳春面 其实是吃法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他们用的面条 包含里面都会有豆芽菜 有韭菜 还会有几片的猪肉片 那有一些汕头面 它的那个上面不是放猪肉片 它是放切薄片的鱼板 这么酷 对 但是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台式的阳春面 它会淋的是肉燥 那这个肉燥 它其实就是从府城台南出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台南现在很多的吃 像杜小月啊 或很多的小吃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瓢那个肉燥 那那个肉燥就会是阳春面里面的灵魂 但是如果是汕头面的话 最原始的版本 它是没有肉燥的 它是用猪油跟油葱去提那个味道 对概念上来说 我今天如果去一家汕头面摊来吃 我如果没有去过 我要判断说 它的这个碗面好不好吃的话 如果它的猪油是自己炸的 然后炸得很好 然后油葱酥也是自己弄的 然后没有任何的焦味在里面 然后是带有那种很油润的清香的话 基本上这两个东西处理好的话 这碗汕头面就不会难吃到哪里去 我跟你说 我认真跟你可以当好朋友 因为基隆的面也是这样 清汤瓜面什么都没有 灵魂就是猪油一定要香 然后微微的微微的那个油葱酥 然后完全不能有焦味 然后在上面就是一点点的豆芽菜 里面有一点点的豆芽菜 然后一点点的韭菜 这样拌起来爆炸好吃 不需要肉燥 而且你很有趣 像手后叫原版的封面 因为我们现在有换封面 原版的封面它是在三明街 就是三凤中间那边的市场旁边的一个小面摊 那它不卖中午 它只从下午卖到半夜的原因是因为 你会发现 为什么台湾很多好吃的小吃 它都在菜市场旁边的原因是因为 它早上老板要先进市场里面去买菜买肉 它要挑到最新鲜的处理好之后 它才能开店 所以像手后叫原版的封面里面那些面摊 它就是早上进到里面的猪肉摊 它把猪皮带回来之后就开始自己炸猪油 那所以你当天下午吃到的 你其实包含那碗面里面的猪 炸的猪油啊 油从自己处理之外 包括那些黑白切料啊 都一定是当天早上最新鲜的那些内荡 处理好之后提供给客人 那早期的台湾农业社会其实 为什么书里面要写吃面跟吃饭 两个不同的类别是因为 一开始早期的时候 大家都是先吃饱 先求吃饱 对那所以就是一碗简单的面 一碗简单的饭 我们可以裹腹就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口袋深一点的时候 那老板就提势大家 想说弄个汤来让大家搭配 那所以你南部的时候 不管是吃面或吃饭 最经典的那几碗汤一定有扁食汤 那一定会有鱼丸汤 然后还会有一个 就是每一家摊头 它都限量的叫骨仔肉汤 那那个骨仔肉汤就是 它就是台湾人的智慧 就是早期你知道那个大骨 控完汤之后 他们觉得那旁边那个连着的碎肉 他们丢掉可惜 所以他就会用汤匙把它刮下来之后 那刮多少就弄几碗给客人搭 所以它永远都是限量的 我突然想到台北的那个民生社区有一家骨仔肉汤也很好吃 然后它的面也是清汤挂面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是那种它就只有卖骨仔肉汤 然后以及就是干面就没了 所以但是你就会觉得如果这碗面它调味调得很好 它清汤挂面 那我又可以配一碗那个熬的汤都很鲜 但是带一点肥的那种 骨仔肉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没有好喜欢 那高雄人很澎湃很大气就是 你来高雄的时候啊 就是如果通常啦 通常如果有骨仔肉汤的汤味的话 它都会大气的跟你讲说 你要不要点一碗综合汤 那通常综合汤里面就会有骨仔肉 会有古早味那种蚕豆型的鱼丸 然后还会有自己包的扁食 那甚至像台南有些店家的话 他们还会有一些虾碗放在里面 那你就会觉得哇 或者再加一点丝木鱼皮下去 你就会觉得哇塞 实在是今天吃了这碗之后 就整个人就觉得今天可以了 我实在是好饿可恶 Roger来 我真的觉得你讲咸食 已经讲到我饿到爆 来来点甜食好不好 好啊好啊 甜食我知道华达现在都很红 可是我完全不晓得说 原来华达是这样产生 里面是加了这些东西 你到底想 你想讲华达还是想讲豆花 好难抉择 两个我都想讲 两个我一直想听 我可以稍微都提一下 好来来来 其实高雄沿城 现在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奶茶一条街 就是从头到尾新乐街 都有好多不同的奶茶店可以去选 那华达就是里面最老字号的 那通常通常 其实我平常并没有很爱喝手摇饮 但是如果是老茶行 他原本是在卖茶叶 但是后来他自己推出了一些手摇饮的时候 就会让我很有兴趣 那华达就是其中一间 那其实严城有几间老茶行 包括像华达 包括像香敏 茶行这些 那他们都是从这样的背景出来之后 然后去弄出那奶茶 那但他们的茶叶都选得很好 之外是因为他们的用的一定是鲜奶 那用了鲜奶之后 像华达来说的话 他们就到目前为止 都会有一个合作的老铺子 就是提供那个限量的珍珠给他们 所以你不管是去哪一间华达的店 你always最常看到就是 其实还没到晚上 怎么他已经立一个牌子出来写说 今天珍珠已玩受 没错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那但是有一些老茶行 他就会坚持不让你放珍珠 比如说像香敏 他就会你去点的时候 香敏是我还没有写在书里面的隐藏版 也在严城区 那他就不让你放珍珠 因为他觉得珍珠放下去之后 那一杯鲜奶茶的味道会被破坏掉 所以每一家他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家他选的茶叶 然后还有选的鲜奶因为都不同 所以出来的口味不同之外 更有趣的是你同一间茶行 你今天去买鲜奶茶 跟你可能下个礼拜去买鲜奶茶 味道也很有可能不一样 因为比如说假设今天你在高雄 你不管是去哪一间买鲜奶茶 假设他用的是 假设高雄最有名的高大牧场的鲜奶好了 那你就想乳牛妈妈 他每一天的状况也可能不一样 他今天比较开心 今天奶比较多 今天奶比较浓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今天的那个 那个牛乳你会发现 他怎么油脂比较多一点点 或者是像你刚刚分享 就是乳香味比较浓 那有的时候他就会稍微变化 那所以这个是在和鲜奶茶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那豆花的话就是 来豆花我跟你讲 最后一段再讲 因为我的心中有那种满满豆花香 然后你知道是那种很像冰桶里面弄出来的那个豆花 哇那个满是都是那种黄豆的那个香味 然后咬起来那个热腾腾 噗噗噗噗噗噗的那种豆花 天哪你看Roger的书 你会仿佛好像已经吃到那个豆花一样 我们最后一段请Roger来分享 好回到节目最后一个阶段 来这本书啊 最好吃好不好 高雄111加小吃慢食 我认真觉得这本书已经变成 我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书 你知道这本书 我已经被我朋友借去看一轮了耶 我要访问你 一直一拨三折 然后整本书被我朋友借去看一轮 而且重点是我高雄朋友看来说 蛤有这个东西 我下次要叫我妈带我去吃 然后就带我妈去吃之类等等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喜欢吃美食 因为美食吃了之后 你会开心 你会有灵魂 你会觉得仿佛 受到了很多的能量 来最后请Roger来分享一下 高雄这么多好吃的 刚刚甜点我们有聊到 花达奶茶 然后豆花 你其实写了蛮多家的耶 豆花 豆花的话 我里面最主要写的 推荐的一家就是 严辰吴家的荆棘豆花 那这个荆棘豆花的吃法其实很特别 它真的 我好像真的都在高雄 然后有看到 那它最早出来就是在严辰的吴家 那它的吃法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豆花真的是古早味那种绵密的 入口即化的那一种 那对 所以除了像刚刚宜佩分享 有豆香味之外 是因为它冲的戒指是食用级的石膏 所以它出来的那种入口即化的绵密感 它就是那种很古早味的做法 但是因为它时间很费工 所以现在没那么多人愿意做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加上它那个糖浆是自己去熬煮的 很浓稠 那荆棘的吃法是因为早年的时候 老陶鸡他做生意完之后 他会到斜对面的水果行去聊天 那某一天就是那个水果行的老板就是想说 我今天荆棘卖不完 就开完就跟他讲说 你把荆棘放到豆花去给客人吃 结果他回来之后 他就把荆棘跟他的糖浆熬在一起 然后就放到豆花里面去之后 没想到大受欢迎了几十年在高雄 那你去吃这碗豆花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就是甜跟酸的层次 可是它的甜跟酸有黑糖炒糖的 那种焦糖的甜味 然后还会有一点点的蜂蜜在里面 然后荆棘的酸之外 还会有一点点的柠檬汁的味道在里面 它的甜跟酸是四个层次的 那所以这碗豆花你不管 因为高雄其实一年四季天气都很好 所以你来这边吃一碗冰凉金 豆花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那他们有少量 因为大部分都拿来冲豆花嘛 那他们少量推出的极限量那个豆浆 就是隐藏版的 那通常都是要去吃之前打电话 去问一下有没有 有的话赶快订 那有的话 订的话就是你去吃完豆花就把它带走 那它的那个豆香味非常浓 但是这个豆香味不是烧焦哦 是没脑反应 我懂 对 我个人是很爱那种 有豆的那个焦香味在里面 我懂我懂我也很喜欢 我们这集听到的听众朋友赚到 因为你这个隐藏版的东西 就是你听到之后 你下次去高雄可以先打电话 不如大家去高雄 你要先打电话 对打电话订啊 你去吃的同时 你就可以带 然后就可以把它带走啊 因为我自己去 我也是要先打电话 要不然现场也是买不到 而且重点是我看你 我看你里面还有写一个 春霞古早味粉源冰 看了超想吃 因为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在基隆也有 而且现在古早味粉源冰 越来越难找 很少 对 因为它咬起来很麻烦 嗯 就是太累太累了 所以现在愿意接棒的后台 其实并不多 那春霞 它就在三宫东家那边 就是一配刚吃的烧肉饭的附近 嗯 就可以吃完烧肉饭之后 或吃完熊后家 原版那一间面摊之后 就散步过去吃一碗粉源冰 哦 然后冬天就吃热粉源 嗯 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哎呦 好的 我下一次去高雄 我一定要call Roger出来 先带我好好去吃一轮 然后我突然想到 基隆的粉源冰 如果更古早 我还会加香蕉水 我觉得很怕 哦 好特别哦 超级酷 超级酷 没错没错 好 最后Roger帮我们点一首歌 送给听众朋友 好啊 我想要点的是 金曲歌王 陈建伟的爱河 哎呦 爱河点太好了吧 就高雄爱河嘛 对高雄爱河 他就是以这条河为发想 唱出一首台语情歌 嗯 那他 他我觉得就是那种 因为我觉得每一条 呃 高雄就是 因为有爱河的穿过 然后连通了港啊 河啊什么 所以让整个小吃的生命力 变很旺盛 因为这条河的支流 就穿越过了很多高雄 不同的小吃热区 嗯 那所以你你你你吃 或者是你像沿城 或者是像我刚讲的 呃 临近爱河的区域 你吃完小吃之后 你也可以散步到爱河去走一走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 高雄真的是一个很舒服 很适合宜居 或者是来旅行的一个城市 嗯 所以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好的 我们最后就听了这首歌 然后非常谢谢 今天太精彩了 大家赶快去买书 最好吃 谢谢这港的高雄人 郭敏哲Roger 谢谢Roger 下次去高雄找你 好 拜拜